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看神的话语 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得到帮助 我们每一天相信都会有机会照照镜子 整理一下我们的仪容 整理一下我们的衣着 但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心 我们的内心也来照一照镜子 神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镜子 让我们能够照出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 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 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 萨摩尔基下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以色列全地之中 无人像压撒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 种二百舍克勒 压撒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塔玛 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压撒龙住在伊路撒冷 足有二年 没有见王的面 压撒龙打发人去叫约压来 要托他去见王 约压却不肯来 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 他仍不肯来 所以压撒龙对仆人说 你们看 约压有一块田 与我的田相近 其中有大麦 你们去放火烧了 压撒龙的仆人 就去放火烧了那田 于是约压起来 到了压撒龙家里 问他说 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 压撒龙回答约压说 我打发人去请你来 好托你去见王 替我说 我为何从基数回来呢 不如人在那里 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 我若有罪 任平王杀我就是了 于是约压去见王 将这话咒告王 王便叫压撒龙来 压撒龙来见王 在王面前俯伏于地 王就与压撒龙亲嘴 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就是 压撒龙他 在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一直没有见到 大卫的面 这样过了三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他也一心想要能够重新回到王宫 这背后我们相信不单单只是因为他想要跟复兴修复关系 其实我相信这背后有一些他个人的考量 他其实也很想要恢复他做国王儿子 做王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他更加是目标是放在王位 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是他背后的一个想法 那经文一开始是先来描述这个压撒龙 这里说这个以色列拳帝之中 没有人像压撒龙这么样的俊美 得到人的称赞 那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这样的描述是很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整个撒姆尔记里面 我们看到扫罗出场的时候也讲到他的相貌是很特别 那很俊美然后他是高过别人一个头 那讲到大卫的时候也是讲到他是容貌俊美 那这个都是好像是以色列做王的一个条件 好像众人比较容易看外貌看外在 那这里又形容压撒龙是俊美到一个地步 是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这恐怕还比前面这两位君王都要更加的 更加的这个财帽出众 那压撒龙他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头发很多 那经文说他的头发顺重 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所剪下来的暗王的瓶秤一秤 重200社克勒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描述他的头发是他的特色 那他有一头长发而且长得很快 那每年要剪剪下来就重量还这么的多 所以这成为压撒龙的一个好像他引以为傲的 也是他的一个被人所特别看重称许的 可是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 我们就会在后来的这个撒姆尔记第18章那边读到 压撒龙后来叛变之后 在战争当中他就在逃命的时候 头发就是被树枝所勾缠住了 结果他就被挂在那边 就因此就被杀死 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引以为傲的这个头发 反而后来成为致命的一个缺点 或者说他最后因此送命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人真的是不要去为自己的这个外在的条件 外貌的条件来有什么样的夸口 因为这个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危险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太依靠这些外在的东西 那我们就反而就失去了我们真正内底的一个追求 我们太看重这些外在的事物呢 反而就让人的焦点就转移 我们知道撒布基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 神是不向人看人 神是看人的内在 人是看人的外貌 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追求生命的成长 我们当然我们基本的外貌要注意要整洁 可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没有常常借着神的话来调整自己 好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合神心意的人 就像大卫 而不是像压沙龙这样 到后来是让自己陷入到一个不可自拔的陷阱当中 从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压沙龙他逃亡了三年 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又过了两年的时间 他一直都没有机会跟大卫见面 那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他真的是很急了 所以他就想当初既然是约压去把他带回来的 那现在这个要见找大卫恐怕还是要借助约压来助他一臂之力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去找约压来帮他说情 可是看起来这个约压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知道虽然他是当初促成的这件事 可是看起来大卫并没有想要跟压沙龙见面 所以他也不敢再多做什么 不敢再进一步 那以至于这个压沙龙就只好用了一个下下策 他就是派人放火烧了他的田 那当然这个约压就不得不出面了 他就出来跟压沙龙来抗议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会面的过程 压沙龙才对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约压也就只好就回应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压沙龙他对约压说的话 他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 好托你去见王 替我说我为何从基数回来呢 不如仍在那里 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 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 他希望约压帮他传达这样的他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是 王不见我是因为我有罪 是因为你不原谅我 那你干脆就把我杀了吧 你就让我能够去受刑罚 为我自己所做的错去受刑罚 不要这样子好像不生不死的 就摆在那个地方 那到底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压沙龙想要表达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话语里面呢 完全没有悔改的一个意愿 看起来好像他说如果我有罪 那就任凭王杀我 意思好像不是说他真的有罪 是说如果国王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 那他就去面对他就愿意被杀 那如果国王的处置是这样他就愿意 其实他真的愿意吗他一点都不愿意 而且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有罪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件顺义上面的处理 后来听了这个话他就接纳了 就把压沙龙叫来 后来他们就见面了 我们在33节读到说 压沙龙来见王 在王面前俯伏于地 王就与压沙龙亲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这里看起来好像他们就复合了 彼此拥抱亲嘴的 可是其实这背后没有真实的复合 因为大卫没有指出压沙龙的问题 压沙龙也没有真正面对他的问题 他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大卫怎么看他 大卫这样的一个接纳 只是情感上面得到慰藉 但是他其实他是害了压沙龙 他没有真正的来帮助压沙龙 以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压沙龙的虚情假意 好像就为了他日后要背叛 做了一个预备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真心的悔改 不是追求外在的外貌的 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有真实的一个修复 而不是只是一个情感上面的 好像在那边获悉你 求主食恩怜悯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再次借着大卫和压沙龙的关系 来更多的思想反省 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更真实的 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 我们不是追求外在的那些人的称许 人的赞赏 而是真正在你面前得着你的接纳 我们也愿意学习更多的去修复关系 彼此饶恕 在主里面面对我们自己的需要付的代价 好叫主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